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自己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你说补助 兄弟你出了多少钱 你给了我们钱是吧 你给了多少钱 不要把国家给了多少钱 当成你给了多少钱 这个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得 我去中国银行去换钱啊 人家告诉我这张是假币 这个事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生气 因为毕竟我是比较相接中国银行的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很多小粉红又在不同的海外闹事了 我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的版本好了 最近一名小粉红 入住吉隆坡一家饭店的时候啊 发现墙上的地图伤害到他的玻璃心了 并且发小红书痛骂 为什么墙壁上亚洲国家会出现台湾呢 而且台湾的排名啊 还比中国前面 这个瞬间啊 让他的理智线断裂了 台湾是一个国家就算了 他竟然还比中国排在前面 受不了了气炸了 所以啊就投诉了订防饭店平台 说他们违反了一中原则 马来西亚的饭店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中原则 是不是 你让马来西亚网信办跟党支部 来查封这家饭店好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小粉红投诉的内容是什么 怎么发截图给你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无法发截图的啊 这家酒店大堂上贴了很多国家的名称 其中有一个叫做台湾 并且 酒店工作人员也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个饭店人员回他 不好意思 贴了台湾的名称是酒店的决定 我们无法不让酒店摆设 抱歉了啊 你是阿古达在中国的客服吗 客服回 我是马来西亚的 你是不是要说马来西亚省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的天啊 然后这个小粉红在上面写什么 客服投诉 没有任何实际表示 如果想要做中国人的生意 请尊重中国主权 他没有专门做你的生意啊 是你自己要去他们饭店住的啊 他并没有说 我这间饭店开就是专门 for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对吧 如果是这样你去投诉 我觉得没差 但他今天不是主打这样吧 所以我是觉得收起你的自尊心吧 很好笑 什么叫做酒店工作人员 也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想说这不是大家民间的常识吗 没有去过太多国家 不知道嘛 而美国最新通过的法案是什么 在美国领土出版的地图啊 台湾不属于中共的领土范围 所以啊台湾跟中共在美国的地图上 是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领域 那小粉红 你是不是要飞去美国 把每一个出厂的美国地图啊 都改改写写 涂抹一下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很好论去美国的借口 你可以说 我去美国是为了修改错误台湾地图 停止这种台图分裂行径 但地图太多啦 每秒每秒都在印 以至于我啊 到老都必须得住在万二的美地 我的下一代 我的下一代 我的下一下一代 终生要在美国完成我的事业 这个借口不错啊 另外一个更劲爆的是什么呢 在昨天三名中国女子 或是中国大妈 我爱本 在日本的新宿街头 与路人有纠纷 那路人随后报警 警察到场后 三名小粉红失控 出手痛打日本警察跟路人 还有拍摄者 这条影片在推特上 目前已经有三四百万观看了 下面一堆日本人在骂 为什么要对这些中国女生那么客气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们看一下这段影片 就知道了 哇 有没有 我们从这条影片可以发现 日本人是多么软弱 听到中国口音的中式日文 跟看到中国护照 就怂啦 被女子全打脚踢 中国功夫闪电五连鞭 马保国在世 哇 小日本招架不住了 对吧 我就问这三名女子 你在中国 在香港 台湾好像应该也可以 你敢这样主动先打警察吗 七三八二吧 当然啦 这条影片刚出来的时候 一堆小粉红在洗地 说这就是日本本地人 你看他们那种打扮 都是像那个日本的高中生 或者他们是韩国人 首先啦他的口音绝对不是日本 日语口音本地的如果插成这样子 蛮夸张的啦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洗地在切一个什么 OK 说到这里 因为没有实际证据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无法相信 他们就是小粉红 来我们听一下这三个字是中文还是日文 哈 有名吗 你跟我说这个CNN 这么贴切的CNN 是日本人的口音吗 日本人学中文的口音吗 这个不用再洗了吧 这个就是中国大妈的口音对不对 OK 但这些远远还不如这位非洲兄弟拍片 痛骂小粉红来得爽快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精彩的影片 首先我是留学生 这个你没有说错 但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中国人 兄弟 我都没说过我是中国人 我中文说成这个样子 虽然说还好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自己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所以说你不要跟我分享 其次就是你们给我们黑人的补助 OK 你说补助 兄弟 你出了多少钱 你给了我们钱是吧 你给了多少钱 告诉我你给了多少钱 你没给钱啊 钱也不是你给的 你只是个旁观者 不要把国家给了多少钱 当成你给了多少钱 这个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得 OK 这是我们中非友谊 我们中非的关系本来就很好 我们的总统经常会来中国 你们的总统也会去我们非洲 刚果那边 然后就是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中国人 我跟你们说 你们觉得说广州很多黑人是吧 我跟你说你去非洲 你没出过国所以你不知道 非洲你去看 非洲全是中国人 我们说了什么 我们说你们了吗 我们说滚出我们的国家滚出我们的国家 我们这么说了吗 就你们个别人就是会这么说 但是我真的我很不理解 但这也正常因为你们没出去过 你们没有看到外面是什么样的 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 真的 多学学历史还有地理 小粉红就是这样 射箭在画靶 然后把你扣帽子 再跳出来反驳你 结果呢 你根本就没这样说过啊 如同我们大家看到的 这位非洲兄弟他没有说自己是中国人 但小粉红扣他是中国人的帽子 要批判他 这就是粉红常见的抹黑手法 他只是羡慕嫉妒这位非洲学生 有那么丰厚的奖学金 生活费 有可能还有两个女学霸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光棍一个男上加男的 所以去抹黑他 再来这位非洲兄弟有一个逻辑一个点蛮好玩的 就是他说他拿到的奖学金之类的都是中共政府给的 是中国给的 跟你们粉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们没有资格逼逼 其实啊 这句话让我听来有点匪夷所思啊 其实中共政府的钱就是人民的消费税 纳税的钱各种税务的收入 去分配 然后一部分里面的零点几%分配 给你所谓的中非友谊 拿去做这个你的奖学金 对吧 所以这真还是各种小粉红跟正常中国人的钱 没错 但这在中国是不成立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共的 对不对 土地也都是中共的嘛 我举个例子 中共说这个国家是大家的 是人民的 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什么 换句话说啦 人民都是小股东 作为股东 请问人民有分红过吗 基本没有吧 请问身为股东可以选取董事吗 你们可以选取谁 现在这个三连的是你们 选出来你们真心想要选出来的吗 既然都不可以 那可以撤资吗 你也不可以撤资啊 你撤资的就是汉奸卖国贼背叛祖国 既然不能现金分红 也没有福利待遇 更不能选取董事 也不能卖掉股份撤出 凭什么说你们是公民 你们是股东呢 人民共和国 这就废话一句嘛 那什么时候能体现你们是人民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股东 亏本的时候 尤其是像中国今年 还有这个各地银行爆雷烂尾楼 就是要从你们身上 搞这些钱去补漏洞 因为身为股东 你们有资格 你们有权利 你们有义务 要拿钱出来补贴 这就是你们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股东唯一的工作 你各位看一下是不是符合我说的 中国国情 而最近中国的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啊 美矿欲下 缺乏动力 包含内需疲软 投资疲乏 以及进出口下降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对不对 资金外流 和产业外移烂尾楼越来越多 房价下跌 薪水下跌 但是这个物价 现在越来越多港人 跑去深圳的中国银行 要把自己的钱都给领回去 不过提款过程非常艰难 条件设置的非常多 大部分人民都要花三到四个小时 才可以把自己的钱提回去 而且还要分批分天来领 有的还被请回去说 你拿那那的资料不提权 非常好笑 你领个钱搞得要 跟这个移民面试一样 这么多过程这么多繁琐的资料是不是 你存钱的时候 为什么资料没有那么多呢 对像是这个 他们规定 提取20万人民币以上的存款 要前一天就预约 但各家银行实际规定是不同 大部分是提起2万块以上 你就要打电话去预约 2万块多少 10万台币不到 你在这个特定的日子 你还必须亲自提款 到场 确认你是本人才可以提出限额 一天最高领10万块人民币 所以很多人为了领10万块人民币 分5天从香港跑到深圳去 加上河南村镇银行 至今已经一年多了 还没解决啊 你们去推特上关注 至今还一堆人在抗议啊 而最近还有一个 安徽银行爆雷 也是啊 没有解决啊 通通都是打江山部队去解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是如何利用这种 繁琐的程序 把短手的资金给搬回深圳 让香港人领回去 就知道中国银行 早就大缺钱了 之前中国银行的储备金都压得非常低 都拿去借给建商 玩掉玩烂 那刚好碰到特色管理 烂尾楼 然后这个经济 完蛋 那这些钱怎么办 空掉了 不见了 房市又暴跌 这些钱怎么回来 补不回来 所以当然就是弄你们人民存款的钱啊 拿去补贴各种各种 然后再用各种 条件去限制你们 去领钱 对不对 在限制你们的过程中啊 我在调动 把这些钱 补回来给你 那刚好有人没有领钱嘛 我就把他的钱 补来给你 就是这样玩掉 当然啦 你们是香港人所以身份 绝对是比中国人好一些 所以可以拿河南村镇 或是安徽银行的钱 先去补贴给你们 虽然时间比较冗长 但起码你们拿得到 如果你今天是 中国人 那不好意思啊 你可能就要被 江山部队给打了 很多人似乎还是对中国银行 抱有幻想的空间 人认为看到中国银行 非常的骄傲 很心愿中国银行 我的天哪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在中国银行竟然出现的 假钞 你说我好不容易 来漂亮国旅游 然后呢 我去中国银行去换钱啊 去换那美心的钱 然后呢 今天出去花钱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丢人 就是人家告诉我 这张是假币 为啥是假币 看到没有 这个钱的地方他画了一个 如果是真的呢 他这个钱上面的颜色 会没有的 假的钱 他会脱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那不能啊 因为我是在中国的银行 换的钱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然后这张是真的啊 然后这样摸的时候 你会 就是两张对比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感觉 就这个事其实我就觉得 有点生气 因为毕竟我是比较相信 中国银行的 我去换钱 那么如果说在你不知道 这个钱是不是真假的时候 那作为银行的负责人 是不是应该帮我们 看一下这个钱 是不是真的 还是假的 不要说我出来旅游了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拿着人家的 假币去花 我觉得这个有点丢 国人的脸 是不是 你这样讲就不对啦 什么叫做 银行的人应该要把关 就是有把关过才给你假钞嘛 懂不懂 你真的很不了解中国 而且说实话 现在去银行 换美金 换100的 通常人家都是 绝对都是换新钞给你 有没有新钞有这个 然后这个颜色不一样 他刚拿那个是旧的 现在换都有这个 防尾的 然后这个颜色 比较不一样 现在都换这个 中国银行怎么还要换旧的给你 你就知道人民币 跟美金 在世界上 是怎么样的一个流通 在 中国他还给你旧版的 去换 然后这个啦 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 美国国庆日 我拿到的 2块钱的美国独立日 这是美国建国 签署合约的那个 美金 这蛮有纪念价值的 虽然他只有2块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 去中国银行 多换点美金出来 我是八九下次见了 拜拜